各位爱编织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芝的频道 我是爱芙琳 如果你拿起了勾针 那么这个主题你一定要勾织 祖母格 你可能会常看到它出现在红毯 时尚秀或电视剧里 作为最经典的勾针编织形式之一 祖母格常被用来制作各式各样的成品 例如毛衣、裙子、毯子和包包 甚至拖鞋、灯罩、桌巾、杯垫 但是你知道祖母格是怎么来的吗 喜欢爱芝频道的朋友 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在下方处留言 你的支持是爱芝频道发展的动力 这一集 爱芙琳将跟大家分享 勾针编织上最经典的主题 祖母方格 或者你也可以称它为祖母格 因为最近爱芙琳有点沉迷于祖母格 于是对祖母格的背景进行了一些了解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祖母格 那么可以看一下 传统的祖母格花样看起来是这样的 以缓起的方式 并以三长针并针勾边 再转角透过锁针加针的方式勾织成方块 这样的方块我们就称它为祖母格 它的勾织方法很简单 但是非常有趣 可以利用颜色勾出百万种的变化 它们被称为祖母格 部分原因是因为祖母喜欢用勾针编织它们 祖母格的起源其实有点模糊 在我找的资料当中 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 在1891年 由纽约和伦敦的Barterick出版公司 出版的《勾织的艺术》这本书中 曾经描述了一种为婴儿制作的祖母风长袍 它利用勾针编织工作所剩下来的零线 勾织成鲜艳亮丽的方块 并用黑色边框将它们勾编在一起 可以在长袍中间穿插 或夹在长袍顶部或底部 虽然没有给出正方形的图案 但描绘了祖母格的概念 我们所知道的祖母格首次出现在印刷书 是在1897年 伦敦威尔登公司出版的 《威尔登实用针线袖》一书里 出现有一种名为拼布方格的图解 书里面描述 这是用剩余的布料或毛线进行制作 然后可以将它们缝在一起 制成阿富汗地毯或是婴儿毯 这是祖母格最早出现的具体形式 美国俄勒钢州波特兰 是许多服饰品牌的所在地 例如Nike、Adidas跟Under Armour 即使公司不设在波特兰 也有在波特兰设立研发团队 是美国仿制业的重镇 根据阿勒钢金坊公司在194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在1929年的时候 经济大萧条 因为当时的资源和商品有限 杀线是很难得而且很珍贵 必须谨慎使用不能浪费 正是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女性长辈 也就是所谓的祖母或奶奶 开始带头将破旧的毛衣或者是袜子拆开 并且小心保存 将杀线再次蒸过 以力重复使用 而这些杀线因为很琐碎 所以被勾制成小方块 然后将这些颜色丰富的方块 用黑色变框缝合在一起 为家人制作毯子和其他必需品 这已经成为祖母格的统一特征了 这种自由的勾针编织风格 与美国自由制上的风格非常相似 以至于在欧洲被称为美国勾针编织 甚至在1970年代 这个曾被誉为20世纪里最时髦的十年 祖母格因为在设计上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 甚至成为了勾针编织的通行证 被勾制的人一定都要勾上一个祖母格 虽然不知道是谁创造了祖母方格 Granny Square这个名字 但我们知道 曾经因为需要而制造的东西 如今却因为它的多彩多姿 而成就了一种经典的风格 如今毛线早已不再是以前的稀缺品 而且可用的数量和材料颜色 可以让祖母格的发展更加多元而丰富 更可以用颜色来驱动设计 使创作者将注意力放在色调上 然后添加边框来涂出线条 使祖母格可以像大教堂的窗户一样明亮 也可以像水彩花一样柔和 这种诱人的色彩力量 真是勾针编织者心中永远珍爱的原因 嗯终于给我出现了 这集最后 乌棠要跟大家分享几组配色方案哦 是的希望提供你在购置祖母格时 能有更多的选择 我们来看看吧 我以最常用到的牛奶棉颜色来搭配 浪漫可爱 仿佛棉花糖般的五彩缤纷 青春亮丽的色彩 利用明亮的粉蓝黄等颜色相互搭配 可以给人留下温柔甜美的印象 成熟优雅 用暗红色 粉色褐色为基础的色调 可以表现出女性高雅华丽的一面 又能刻画出沉着冷静的形象 童话王国 使用让人容易联想到森林和花海的绿色和粉色 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带有田园色彩的魔幻世界哦 巴黎风格 这组配色既展现了浪漫可爱的少女心 也表现了成熟女人的高贵优雅 用金黄色做点缀 还可以提升奢华感 天然大地 就是自然天成不佳修饰的感觉 将各种自然的颜色结合在一起 并统一色调 影片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下期见 拜拜